今天我們非常榮幸 就是請到許廷珍博士 來為我們講解大家最好奇 也最想明白的一件事情 就是食品添加物的白與黑 那我今天要特別多介紹一下許廷珍博士 讓你了解一個專業人員 可以對這個社會用他的專業 在各方面怎麼樣怎麼讀 那許廷珍他的專長是食品化學 食品添加物配方開發 還有技術交易與新藥開發與註冊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藥品食品上面 使用新的物質的時候 需要注意的許多法規規範 許博士呢 他的大學學的是應用化學 然後他在博士學位呢 是從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生物化學系及分磁藥理學系 是非常就是生物科技發展的 這樣子的學系裡面 得到他的博士學位 那在得到博士學位之後呢 其實許博士在美國的許多單位 不管是NIH是國衛院嘛 相當於我們國衛院 他的癌症中心 還有美國的國際性的大廠藥廠 都做過研究員 那現在呢 許博士從事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 我剛剛再問許博士說 他的什麼時候是淡季 因為他今天前面要上課 後面要開會 我們就把他插在中間 你看學老師他有教學的職份 那麼他是我們台大石科所的兼任副教授 雖然他有他自己的正職 但是他兼的從兼任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做了許多額外的服務 那不只在台大 他在服務大學 在實踐大學都有教學的工作 那麼在業界呢 我們常說產官學然後消費者嘛 那業界的話呢 他其實是有好幾家公司的董事及顧問 那在政府的服務方面呢 他是許多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 跟食品有關的單位法規的單位 都擔任委員或者支援委員 或者是專家代表 所以如果把這些服務都排進時程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許老師是怎麼變出來的 好 那另外在產業界也有很多就是 不是單一公司 而是協會或者是學會這樣子的機構 那像台灣國際生命科學會 是許多大廠共同聯合的一個學會 那麼他是其中的就是 也負責其中跟食品添加物有關的業務 然後呢台灣的食品產業策進會裡面 許多的業務 學老師都會提供諮詢 那另外有許多的法人團體會員 像國內的業界 那麼食品添加物的小組造集人 畫風小組啊 這些都是列出來許多學老師參與的協會 那在國際團體呢 台灣在國際化上面真的是非常有賴我們這些專業人員 能夠在國際上面就是參與許多的活動也提供服務 所以這裡就可以看到許多跟 國際上接軌的許多專業團體 好 是不是很豐富呢 所以同學們可以了解 在台灣的一個專業人員可以怎麼樣子的 準備自己然後日後在社會上發揮多大的影響力 可以看到我刻意把它寫成白與黑 我看到你們的公民議題 我很不想要 呃 事先給你一個 不同的認知 因為我不想講黑與白 因為在我的認知 食品添加物是白的 但是現在被染成黑的 所以我刻意用白與黑來 來改變這個說法 那 基本上 這個可以直接跳嗎 哦 對 基本上食品添加物其實 一直背負了一些 一些名稱上的問題 那 台灣的食品添加物的管理 事實上是從民國99年才開始起步 在那之前 食品添加物都是在化工行販賣的 一點點都沒有錯 因為食品添加物不在化工行販賣 你也沒有地方可以賣 想想看你在現在所有的商業行業裡面 百貨公司7-11或什麼 哪一個可以販賣食品添加物 所以在化工行來販賣食品添加物 是沒有錯誤的 那 我們的食品添加物呢 經過這幾次的所謂食品的事件 注意我沒有講食安事件 有多少是食安事件 我們等一下也許大家可以討論 那食品事件之後 我們的食安法在這幾年來 就連續修了非常非常多次 那非常多次之後呢 大家一致認為 食品標示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把它標示 讓大家都知道你在吃什麼 所以根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 第22條 22條做什麼 要求你在食品上要標示什麼 那這裡面當然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所有的內容物 必須要標示它由高多寡的含量來標示 所有的食品添加物 必須把依照它的功能來標示 注意這裡面沒有高到低的要求 那麼製造廠跟負責廠商 必須要標示它採用貨字 而不是原來的語字 那貨字的原因 大家會認為說 原來是寫語 為什麼改成貨 改成貨的原因是 你總要讓一些中盤商跟小盤商能夠生存 如果你今天要求把製造廠跟負責廠商 都標在那個標籤上 那所有買到的人就直接跟我買就好 因為我是製造廠 那我是製造廠 我賣出去的所有的負責廠商賣出去的人 他都要把我標在裡面 那把我標在裡面呢 他就不用再做生意了 台灣就這麼想 他就直接找我買 所以這個是改成貨字 那貨字之後 當然他就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他必須把你的上游廠商 在Fayden Book裡面 標示你的上游廠商 所以這是第二十二條 針對食品的標示 包括原產地營養標示 都寫在第二十二條裡面 那第二十四條是針對食品添加物 要做什麼標示 一樣的是貨字來做為總結 那麼同樣的要標示原產地 那如果有基改的原料 當然要做相同的標示 那香料一直被增值了很久 那增值了很久 其實焦點老是集中在可口可樂 那個保險箱裡面的配方 那我們總是要要求人家說 你要把香料所有成分 都明確的全展開標示給我 那可口可樂就給台灣一個選擇 喝或不喝 OK 你要喝就我不標示給你 你不喝我就退出台灣 OK 那不可能在全世界沒有 可口可樂在全世界沒有做任何一個 全展開的標示 但是我們台灣根據我們的法規 他就要全展開標示 所以最後 香料屬於食品添加劑 但是他的全展開標示 利用第二十三條 食品容器 因包裝表面或材質或特殊因素 可以有困難者得免標示 所以就加了二十二三條的衍生的韓式公文 告訴你食品跟食品添加物的香料成分 可以不用標示 OK 那這是為了自己解套 那講到這裡就知道說 我們食安法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食安法的問題在 立法院立法應該是寫母法 母法寫完之後 把執法留給行政單位去裁量 做增減上的差異 可是我們的立法單位把母法寫完了 所以執法單位沒有執法可以寫 那沒有執法可以寫他幹什麼 他就想辦法救火 因為他寫的東西底下執行不了 所以這是現在我們在立法上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就是成分不用標示了 那成分不用標示 很多人看著說香料不用標示 所以我去任何媽媽教室買了一罐香料來 藍莓香料一看到藍莓香料 我就寫藍莓香料就好了 錯 他寫的是香料成分不用標示 所以指的是藍莓的那個成味的成分不用標示 但是那個藍莓香料裡面如果有顏色 有味道 有黏稠劑 有任何的東西 還是一樣要標示出來 OK 並沒有告訴你說 你買了一罐藍莓香料裡面有25種成分 就通通不用寫了 沒這回事 只有成分 那麼這三條就構成了我們台灣最出名的這個泡麵 上面有71個成分 OK 你可以慢慢算 因為他這70個成分就把他的麵體調味粉包 調味油包所有的東西全部標示在上面了 那麼標示在上面之後 食安法在這幾年所修的法裡面 誰賺到了最多的錢 很多人都會講565 OK 565 你看那個字就知道是哪一家公司了 很多人都會講565 那他那家公司有賺到最多錢嗎 沒有 賺到最多錢的人是賣這個包財的公司 因為在不斷的修改標示 不斷的修改營養標示 不斷的修改增加標示 這個包財印完一次印30萬個 你換一次標籤他就30萬個全丟掉 你換一個配方那30萬個就要全丟掉 因為他要求全展開標示 以前還有2%以下的成分不用標示 現在連2%成分以下不用都標示 通通取消了就產生了這個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還在建議政府 可不可以用這個 把這個放在這裡 那把這個放在你的電腦上 想看的人就好好去看 不想看的人看了這個很可愛的QR Code 就這樣了 我已經盡了告知的責任 你不想知道就算了 那這樣也許可以省掉你政府不斷的修改 或者是廠商要改配方的時候 所浪費的資源成本 那這件事情 我一直在努力的要告訴政府說 這個可以做很多事情OK 但是在你看了那71個成分之後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看完之後我先問各位 各位 我不知道多少人是食品科系的 但是這71個成分你看完之後 第一個問題是 這17個成分都合法嗎 有誰知道這71個成分都符合台灣現在法規的規定 每一個成分都是可以用的嗎 你看不懂就算了 你看得懂你也不知道他可不可以用 因為你不知道去哪裡查他可不可以用 所以能不知道去哪裡查他可不可以用的時候 那你怎麼管理 政府單位要從哪裡管理 民眾看完之後除了害怕之外 你也不知道你除了害怕之外 你沒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那所以身為大學生第一件事情你應該知道的 台灣所有的食品全展開標示裡面的成分 會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這四張表格裡面 這四張很重要的表格 第一張是我們今天會講到的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 這裡面有正面表列了800多種成分 第二個是可供食品使用原料一欄表 一個Excel檔案 裡面分為草本植物 動物植物 任何動物 任何項目這樣分下來 裡面會有不斷的在增減 還有很多的項目 ok 另外一個是天然食用色素的衛生標準 聽起來像衛生標準 但是它不是天然食用色素的衛生標準 它裡面有100多個列表的天然色素 台灣的天然色素 符合全世界的都一樣的規則 天然不一定是好 天然色素就一定安全嗎 如果有人認為天然就安全 我們等一下討論 但是天然色素的衛生標準裡面 有100多種色素 這100多種色素必須符合 它的來源是從哪一個來源來的 它裡面的主成分是什麼 這樣的天然色素在台灣才準需使用 所以在台灣如果你有天然色素 並不是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在食品裡面 它必須要符合那張表格 那麼後面這張表格是一張最複雜的表格 這複雜在哪裡 它是藥食同源裡面的215種中藥材 那你說中藥材乾食品什麼事情 中藥材乾食品很大的事情 你吃了黑胡椒白胡椒肉豆蔻 五香八角那邊全都屬於中藥材 那屬於中藥材的時候 你說那就用在食品就好了有什麼問題 問題來了中藥材進口只要驗五種農藥 食品進口要驗311種目前為止 那如果我今天不列一個藥食同源 我中藥材進口的東西 我能不能用食品來使用 不一定 所以它公告的6次列入215種中藥材 這215種中藥材 才可以出現在剛才你的列表 那這就構成這四張表格構成剛才 那個全展開標示裡面應該有的所有成分 所以當你講說政府不知道 他早就把這個 我已經早就跟他們講了 所以他把這個已經列為資料庫 所以下次你列出的東西裡面 他直接用資料庫的比對 如果跟裡面不一樣的 那你就是用錯了 但是民眾知道嗎 也許你今天第一次聽到OK 那除此之外 鹽跟紅豆因為早就知道它是傳統原料 所以從來沒有人去申請 把鹽跟紅豆列入可供食品 使用原料一欄表裡面 所以鹽跟紅豆不在一欄表裡面 所以它還有另外一個不可說的秘密 其實就不是秘密 就是不可說的事情是有一些傳統的食品原料 鹽跟紅豆是其中之一 它不列為原料 不列為一欄表 但是它就是可以用的OK 所以根照剛才的邏輯 天然的就一定最好嗎 不見得 原因是因為食品添加物裡面分為三大類 其實在我的分別只有兩類 天然添加物跟合成的化學添加物 那你當然聽過等同天然或仿天然 那什麼意思 多兩個字就不是天然 那不是天然是什麼 只是它的結構在天然物裡面存在 但是你買的這樣產品是化學合成出來 那所以食品添加物裡面就沒有天然物嗎 也不見得 食品添加物裡面一樣含有天然物 那含有天然物含有什麼 如果需要限量 需要管理的天然物 它也不會放在天然物裡面 它不會放在原料裡面 它會放在這裡做限量的管理 做限用途的管理 所以天然的是不是一定最好 常看武俠小說的人我都常會問他 天然的最好嗎 你一定說天然的很好 那天然的武俠小說裡面的斷腸草 喝頂紅你吃不吃 不吃啊 那天然的你為什麼不吃 我也常笑說神龍是 它真的是最厲害的名醫嗎 不見得 它是最硬氣好的名醫 因為它藏了白草沒死 所以它的東西就流傳到現在 那那個比它厲害的 但是藏掉死掉的人 就不見得吃得到 那所以天然是不是對不見得 這個是蘋果 蘋果上面如果你Label E-Number 會有這麼多的E-Number 這樣的E-Number 你有沒有問題 如果我要求蘋果標示的話 蔓越莓裡面有本甲酸 所以蔓越莓汁是天然可以治療 泌尿系統感染的果汁 蔓越莓裡面有本甲酸 所以它的含量接近1萬分之1 接近1萬分之1的蔓越莓做成蔓越莓乾 它的本甲酸含量會有多少 那做成蔓越莓乾的時候 如果本甲酸含量接近1萬分之1萬分之0.5 假設它乾燥了80%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跟我們使用的限量是一致的 那這樣的蔓越莓你吃了很多說沒事 但是吃一口本甲酸說有事 那是心裡有事還是實際上有事 那當然起司裡面有餅酸都一樣 那福安酸總有人說它對味精過敏 但是番茄 紅番茄裡面的福安酸含量就非常高 母奶裡面的福安酸含量就高達20% OK 那所以老外的韓國人講說 它有中國餐館症候群 我說你有沒有母奶症候群 如果你有 再來跟我談中國餐館症候群 因為你絕對不是對福安酸過敏 你有可能對於鈉鹽過敏 我們等一下可以解釋 但是絕對不是因為福安酸所造成的過敏 因為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這件事情 那也因為番茄裡面有很高的福安酸 尤其是紅番茄 所以你吃火鍋 做牛肉湯 你就放進了很多番茄 天然的福安酸就是天然的調味料 那全展開標示裡面我總要舉這顆蛋 這顆蛋的全展開標示 仔細看它 裡面有一半是你看不懂的 另外有一半是不合法 那這樣全展開標示你敢吃嗎 如果我要求把蛋全展開標示的話 那所以食品添加物剛才解釋的 有這些天然物 那天然物如果列為食品添加物 是因為它需要管理 那食品添加物扮演什麼角色 它在加工食品裡面 食品添加物是扮演了一個 讓食品業能夠繼續處理這些食品的目的 那要處理這些食品為什麼 為什麼 是我們等一下會講的事情 但是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 如果要通過成為食品添加物 全世界都一樣 要經過這些資料的提供 包括攝取量跟忍受量 也就是安全評估跟風險評估 同時間也要經過毒性的測試 包括你可以看到藥理裡面的 急毒性 短期毒性 長期毒性 跟它的致癌性 生殖毒性 發展毒性 全部在內 要做完這些獨立測試 也要做完這些 攝取量的評估 才可能被列為食品添加物 所以在台灣 食品添加物 我如果跟你講 台灣絕對沒有 叫非法的食品添加物 有沒有人有意見 台灣的食品添加物 都是要經過剛才那些程序 正面表列 列進800多個列表裡面的產品 叫做食品添加物 所以一旦列為食品添加物 它就一定不會是非法的 如果今天是非法的 它就不叫食品添加物 充其量 它稱為添加物 OK 食品添加物在全世界的管理 都是採用正面表列的方式 所以一旦稱為Food Additive 它就一定經過這些評估 一定符合當地法律的使用 那如果不符合當地法律的 在當地就不叫Food Additive 它只是一個 Additive而已 那麼食品添加物 當然每一個產品都有毒性 那食品添加物有沒有毒性 當然有 有沒有危害 當然是 但是這個危害不同於化工品 化工品如果有危害性 你就認定為有風險 你就當然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要穿上防護衣 你要戴手套 你要做所有的保護措施 食品添加物 如果有一個危害性很大的 跟一個危害性很小的產品 如果攝取量 你攝取很少的高危害性產品 它的風險跟你攝取很多低危害性的產品 這兩個風險理論上會是相同 那簡單的舉例就是這6瓶6公升的水 水沒有問題 我讓你一次喝6公升 你就會中毒 那中毒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的攝取量過高 所以攝取量在食品裡面是很重要的 台灣目前為止 對於總膳食調查及攝取量的評估 還不夠完整 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了解 對於每一個食品添加物 我們目前的限量 你去採取國外 採取歐洲的標準來 是不是適用於台灣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調查完全做完 去設定出台灣對每一個食品添加物的ADI值 ADI值設定出來 才能夠去評估我們的總膳食量 針對每一種食品添加物 有沒有超過它的耐受度 OK 那有沒有超過耐受度 才能夠決定那個食品添加物的限量 需不需要再做適度的更改 所以我們需要做這些基本功 目前為止還不足 那麼剛才所講的ADI值 其實對我而言 現在食品添加物的限量相對應該是安全的 為什麼 因為ADI值要決定的時候 你基本上先拿這個化學品 先做它的危害性的測試 危害性的測試到了某一個劑量 這個乏值出現 這個劑量產生 這裡的值取出來 那這個值取出來就是這個產品的毒性限量嗎 也不是 這個產品取出來之後 這個值要先因為它是實驗 先除以10 再由它是因為老鼠轉化為人體 再除以10 所以這個值通常會先除以100 才會得到我們現在的ADI值 也就是你對於這個產品是不是會產生副作用 或危害性的作用的數值 的最低數值 它要除以100 才是我們現在一般在使用的 Allowable Daily Intake 它基本上在這一些所謂的危害性跟風險評估測試的時候 它會得到一個 好 再超過這個劑量就會有一個值 但是因為你是體外的 就是針對老鼠的實驗 那人實驗的時候 你給他的劑量沒有其他的因子去加入 所以他認為這個劑量直接採用成ADI 是可能有風險的 所以他就把這個劑量降成1分之1 那因為你在老鼠身上做實驗 跟人又不一樣 再降1分之1 所以一般而言它會直接降1分之1 來當ADI值 OK 那這是一個 基本上你也許覺得不合理 我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死 但是現在根據聯合國Codex的ADI那個 處理的guidline裡面 它就是以這樣的值來計算 那麼也許有的產品它不只是處理板 是有這個例子 OK 那如果是這樣設定的話 基本上食品添加物的使用量 距離它會產生危害的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除非你每一天吃同一樣東西 你不斷的吃它 而且吃非常的多 OK 那所以有人告訴你分散風險 這句話也不是開玩笑 不要 真的 不要吃同一樣東西一直吃 那這是基本的ADI的邏輯 所以對我來講 食品添加物對於食品 就像藥對於人一樣 只要你用途用量用法都正確 你的評估是好的 基本上食品添加物不應該有問題 那麼所以你在報紙上 會發現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新聞 紅色的裡面告訴你說 你有參加加了防腐劑 那加了防腐劑的東西 就會產生食品不安全 還是會讓食品安全 同時間如果你不加這些保存劑 這些保存劑不加就會產生食物中毒 這個時候我們討論的是食品是安全 還是有風險 所以to be or not to be 莎士比亞那句話到現在一直存在 加還是不加 那加跟不加都有一定的風險 那麼最簡單的講就是剛才那個 珍奶裡面有防腐劑 那我問這句話 珍珠奶茶裡面的粉鹽需不需要加防腐劑 可不可以加防腐劑 這是兩個問題 對不對 需不需要 第一個是 這是生的珍珠 它煮熟之後需要大概兩個小時 把它悶軟掉 那悶軟了兩個小時之後 你這兩個小時的時間 如果你把它放在零度去冰起來 讓它不要壞 它會硬掉 硬掉你不吃 可是你不要冰它在這樣的天氣之下 30度C它又會酸敗 所以台大那家陳山町很聰明 它一直煮它 然後保持煮它的時候加多一點冰塊 交在你手上 它可以不加防腐劑 當然 所以這也是你要有一個基本的邏輯 你東西該壞的沒壞 你就要注意它 那這個注意 原因很簡單 當台北市衛生局去抽查早餐牛奶說 早餐牛奶有沒有加防腐劑的時候 那台北市衛生局 我在裡面當委員的時候 他開進來 然後坐樁放了300倍那個豆漿 不是早餐豆漿 不是牛奶 他坐樁放了300倍的豆漿 然後他就看說這個豆漿 我們今天要去驗它裡面有沒有添加防腐劑 但是那個檢驗的單位就哭傷了臉 300杯 明天早上還會再有300杯回來 那我每天去驗300杯裡面的防腐劑 我驗得完嗎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是檢驗單位 你要把300杯每一杯都拿去驗嗎 當然不用 這麼好的天氣 你就把300杯放到外面曬太陽 曬到12點 沒壞的再拿回來驗就好 那壞掉的東西你就可以先放過他 因為壞掉了 他就不應該有足夠的劑量 或超量的防腐劑去讓他保存他 OK 那所以你不需要每一杯去驗 這個是相同的邏輯 這個壞掉或不壞掉 或者冰起來都有問題 可是為什麼報紙上寫說粉圓裡面有防腐劑 他就會變成一個新聞 那家就沒有人要吃 原因是因為防腐劑讓你害怕 那麼粉圓類在韓式的公文裡面 他是這樣寫的 粉圓類產品目前添加防腐劑比照糕餅 那什麼叫糕餅 糕餅是中式跟西式糕餅 中式跟西式糕餅裡面 他有只要主食之外的輔助食品 在中式裡面都稱為糕餅 那西式的話就是所有的烘焙食品 都稱為糕餅 好 那麼包子饅頭跟叉燒包 為什麼有叉燒包不知道 但是班子饅頭跟叉燒包列定為主食 所以不得添加防腐劑 所以他不認定為糕餅 好 糕餅你懂了 所以粉圓認定為糕餅可以添加防腐劑 因為糕餅在正常的情況下 糕餅是可以添加防腐劑 只要你符合他的規定量 沒有問題 那問題出在哪裡 除了在後面這句話 規定係針對生 乾 粉圓而言 這下完了 他粉圓規定在生的跟乾的粉圓裡面 可以添加防腐劑 可是他沒講這個 那煮完之後呢 這個添加了煮完之後就沒有嗎 不會啊 那煮完之後還在裡面合不合法 沒人說 沒人敢寫 也沒有人敢去加一條公文 增加一個跟手粉圓 所以就留在這裡 從93年留到現在 那合法嗎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這種寫法的公文就很像是 本甲酸的管理裡面 你有寫上碳酸飲料 可以使用多少 不含碳酸飲料也可以使用多少 那我請問寫飲料就好了 不是嗎 那他為什麼要寫含再寫不含 不曉得 我也不曉得 我唯一的邏輯我認為是 我把碳酸這兩個字去掉 叫做刪除管理 但是我不去掉他加一條進去 叫做增加管理 所以刪除的人有問題 增加的人沒事 OK 這是我的解釋 是不是真實會這樣發生我不知道 那相同的你問問說這個花生醬 可以添加防腐劑嗎 需要添加防腐劑嗎 這應該是所有在做食品添加物的人 要做的相同一個問題 食品添加劑很多人講說 這個產品裡面他加了二三十種食品添加劑 那我的反問的問題永遠非常簡單 食品添加物是要錢的 沒有一個廠商沒事要加食品添加物 加著玩 沒事奉送你二三十種食品添加劑 所以他要加食品添加劑就要有一個目的 那麼花生醬需不需要加食品添加劑 如果你今天買來花生醬是經過後殺 後完殺菌或者是熱蔥田包裝 進去的那罐花生醬又密封起來 它會不會壞掉 理論上而言那罐花生醬不會壞掉 理論上而言那罐花生醬也應該驗過黃區毒素 它也不應該有黃區毒素 但是為什麼要在花生醬或果醬裡面 讓你添加防腐劑進去 原因很簡單 是在你開了之後 吃花生醬喜歡吃的人都會有相同的習慣 一塊麵包拿起來咬一點不夠 再挖一點再咬上去 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做了一件事 你把麵包屑放進花生醬裡面 那麵包屑放進花生醬裡面 花生醬不壞OK 麵包屑會不會壞會 那壞了之後你找誰 你找花生醬做的人 那壞了之後你吃了什麼 吃了花生醬壞了 那的確是發生醬花霉沒錯 但是原因是什麼 原因還甚至可能是有的人拿湯匙髒 嘴巴吃完再挖一口再吃的 那口水進去的它也會壞 所以要添加適當的防腐劑是必然的 所以我們在食品業在考慮很多毒性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做什麼 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把極毒性降到最低 也就是讓東西不會壞不會致命 不會有劇毒性不會有傳染性 這些東西降到最低之後 我才要去努力的去降低它的慢毒性 讓它不至於慢毒性對你產生未來的遭害 但是在兩者取缺之間 一定是以極毒性為第一優先 而不是慢毒性 所以食品添加記就夾在這個中間了 食品添加記有沒有讀 它有沒有講的這些問題有可能不見而有 但是它可以確定你這些問題可以降到最低 所以你今天要把你的食品流通全世界 你希望它能保存久一點 或者甚至你在冬天希望吃到夏天的產品 你都要有一定的保存的方式 這就是食品添加物的目的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次氯酸納用在致癌水 次氯酸納殺菌 殺菌網會產生三氯甲碗 三氯甲碗是致癌物 那你今天這個次氯酸納還必須殘留在你的水裡面 致癌水裡面 才能夠再經過那些所有的管線到你家的時候 確定它是安全的 那到了你家的時候 你不管用過濾用煮費的方式去減少掉這些問題 這就是你在喝的 那麼如果你這麼擔心三氯甲碗的問題 那麼你要去石門水庫喝那個天然的純水嗎 也不會是 OK 所以食品添加物是在這個邏輯下 被使用在食品裡面的 LD50大家應該都懂 懂嗎 LD50是半自死率 那半自死率的意思是 當我做實驗讓動物自死的劑量OK 那讓動物自死的劑量越高的話 表示這個東西越安全 那為什麼用LD50不用LD100 為什麼不用LD100 因為LD100從這個點開始往下走 全部叫LD100 所以當我學LD100的時候 那LD100其實不代表任何意思 所以你用最低的全自死率 把它降到一半自死的地方 用這個劑量來算叫LD50 那你說那我直接做實驗 讓老鼠死一半不就叫LD50 那麼請告訴我你怎麼樣做一支實驗 讓老鼠正好死一半 你絕對是全死的最低劑量來算回來 那為什麼要用LD50 就是代表它最低劑量 所以LD50越高你的產品越安全 這是我們常見的乳酸醋酸 這是我們常見的粉甲酸跟幾二C酸防腐劑 所以這個防腐劑的幾二C酸 添至第一號的10米添加劑 也是第一號的防腐劑7.36 比起乳酸 檸檬酸 醋酸3點幾 LD50誰比較安全 當然是幾二C酸比這個安全 所以幾二C酸毒性比較高嗎 沒有 真的沒有 這個詞是你可以複查的 那1.7是本甲酸毒性高於這個 但是也沒有高於幾倍 因為二氧化瘤是1.115mg 所以二氧化瘤真的危險 但是比起這些常用的有機酸的防腐劑而言 通常比這些你常喝的有機酸沒有比較危險 所以為什麼它被一直吸附的一個毒化物的名稱 因為你把它叫成防腐劑 那英文叫什麼 preservative preservative是什麼 保存劑 那保存劑跟防腐劑聽起來就有很大的差異了 因為防腐就很像在防止漿濕變的感覺 那保存劑就是保存那個食品而已 那這個這一些保存劑就有一個重點 保存劑也好 酸劑也好 它對於食品的保存它沒有殺菌的功能 殺菌劑 次氯酸 二氧化氯 臭氧 這些是具有殺菌的功能 這些產品沒有殺菌的功能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有一個很糟很糟的廠房 我今天加了很多很多的防腐劑有沒有用 完全沒有用 這些目的是在你的產品正常合理的 經過殺菌的過程做完之後 它讓你從那個步驟往後走 你的產品不會在短時間內壞掉 所以稱為防腐劑或保存劑 但是我們一直把防腐劑當成是一個很有效 或者要丟進去 所有的細菌就全部死光 沒有這回事 所以常常會有人用超量 原因就在這裡 OK 所以食品添加劑的目的 第一個是保存食材 在保存食材裡面 第一個目的是食品安全 第二個目的是改善食品的品質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第三個目的是降低加工的成本 當然是 但是食品添加劑另外一個目的是標準化 標準化是食品添加劑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你今天食品工業的發達 你希望吃到的東西味道是一定的 質地是一定的 你希望它的乳化劑有水不要分離 你一定要吃到少羊少糖 或者希望你吃到某些營養素不要被 經過你蒸煮的過程而流失掉 所以加入適當的食品添加劑 讓你食品能夠保存 而且能夠標準化的流通全世界 頂泰豐流通全世界 在全世界各國都賣相同的小龍湯包 這個小龍湯包絕對不是它的擇 18擇是它的技巧 它的小龍湯包最大的技巧是那張皮 那張皮在裡面的湯汁沸騰的時候 那張皮沒破 所以裡面要加什麼樣的澱粉 每一種澱粉的劑量要加多少 它不會去吸那個水 那個是它的獨門絕活 那至於那折18擇誰都能折 那個沒什麼技巧 所以食品加工的標準化 是食品添加物的目的之一 那麼所以當你吃到這些產品的時候 你每次現在看到全展開標示 看完之後真的就只有一個 雖然我放回去 因為看到這些標示 第一個你看不懂 看懂了你也不想吃 所以我把剛才那四樣東西的所有標示 全部整理在這裡 那全部整理在這裡裡面 最常見的就是這一串標示 五鳥飄零 五次黃飄零 然後加上味精 加上乙酸 餅酸 漿 天門東岸酸 這樣子的標示寫下來之後 你第一個反應就是 哇 這什麼東西 洋洋灑灑14個大字 那它叫什麼 它基本上是核甘酸 俗稱I加基 它就是你身體裡面的RNA 那這個RNA在幹什麼 你身體的細胞會有DNA基因 DNA要複製成RNA RNA會轉入成蛋白質 所以在細胞裡面 這個RNA或這個裡面部分被切斷的DNA 都可以歸納為核甘酸 核甘酸在代謝的過程會產生尿酸 沒有問題 一般代謝都是這樣 那這個代謝的過程 你的核甘酸在幹什麼 很簡單 在幫助福安酸 幫助福安酸做什麼 福安酸 人的味蕾 你的舌頭上有許許多多的味蕾 那福安酸是你五種味道中的一種 酸甜苦鹹加上鮮味 福安酸是其中一種 福安酸會結合在味蕾上的接受脂 那福安酸結合在接受脂之後 就會讓你有鮮味的感覺 這個接受脂的結合的鮮味 如果你喝一口水 福安酸容易水 它就跑掉了 所以你喝一口水味道就沒了 那麼核甘酸的目的就是它結合在 福安酸結合的接受脂的上面 結合上去之後 它會讓福安酸的味道的強度增強 它會讓福安酸在接受脂結合的時間變長 所以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再喝一口白開水 你味道還在 因為福安酸沒有被洗掉 那麼這個目的是什麼 就像我們味精的目的是什麼 古早的人用鹽來做所有的調味 所以你基本的鹽度是0.6% 如果你今天加入味精 目的在我加入0.2%的味精 就可以把鹽的總量從0.6降到0.4 所以你做了一件事情 你減了鹽的濃度 假設鈉鹽對你是不好的 那當然福安酸鈉也有鈉鹽 但是福安酸的鈉鹽 依照它分子量的比例 鈉鹽的含量 事實上是相對又變少了 你以重量來計的話 那麼如果你今天加入核甘酸 利用1萬分之1的核甘酸 你又可以把0.2%的福安酸的濃度 又降到0.1% 因為它讓它強度增加了 所以在總鈉鹽的計算上 三個東西加在一起 你總強度變少 但是你在成分標示上 你總成分變多變三個 那這個時候就有問題了 這個時候就有問題了 大家說你吃這麼多很危險 其實這兩樣產品 在日式 在西式 在中式裡面 從昆布到柴魚到洋蔥到小牛肉 一直都存在我們的食物中 那麼這些成分 只是從食物的分析裡面 去分離出來的成分 那想辦法用化學的方式製造出來 那麼第二個是福安酸 一直有人認為有問題 那大家都知道福安酸是我們 20個必須氨基酸的成分之一 福安酸是 那20個必須氨基酸的成分之一 福安酸是你成位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那麼蛋白質有沒有味道 你的肉咬一口有沒有味道 蛋白質本身是沒有味道的 它有組織有texture的結構 但是味道上蛋白質沒有 蛋白質必須分解成氨基酸 或短生態鏈才會產生味道 所以蛋白質必須要變成氨基酸才有味道 那麼氨基酸的成味也是你在吃的海鮮成味裡面的重點 那這些蛋白質成味的味道裡面 就出現了一個我們基本上的問題 我們在當初在對醬油做定義的時候 有人曾經提議醬油如果是化學氨基酸調配的 要稱為氨基酸液 那稱醬油化學醬油為氨基酸液的人 你覺得他是誤導還是他是在教育你 稱他為氨基酸液的人才是在誤導你 因為釀造醬油 釀造醬油裡面所成為的成分是什麼 黃豆蛋白嗎 不會是 他還是黃豆的氨基酸 他要靠著那個黴菌把黃豆的蛋白分解到氨基酸才能成液 所以釀造醬油是不是氨基酸液 也是氨基酸液 那所以用氨基酸液來稱化學醬油 那釀造醬油要稱為什麼 氨基酸是成味的標準 但是氨基酸是成味的標準 他又是必須的氨基酸 你今天看到一個氨基丙酸 我們常見的氨基丙酸 氨基丙酸在哪裡會出現 因為在喝茶的人 茶在蛇根會產生甘甜 他的原因是來自於氨基丙酸 那氨基丙酸的出現 你就說那這是必須氨基酸 他就一定是生物合成的 不見得他可以是生物發酵 他也可以利用化學方式來合成 由醋酸阿里漢來做成OK 那所以名稱就像剛才所講的 仿天然跟天然 這個天然物在天然存在 但是他是仿天然的 所以醬油在Codex裡面的標準就非常好 他直接告訴你發酵醬油 非發酵醬油跟其他醬油 就這麼簡單 那醬油裡面可以用的成分 目前為止有這麼多OK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味道上來 那這個味道上來川田苦鹹 那川田苦鹹在舌頭上有不同的味蕾的部分 能感受每一個味道有不同的敏感度 並不是舌頭只有在舌尖能感受得到甜味 而是甜味在舌尖會在低濃度下先感受到 然後才到舌側 才到舌根 所以你吃的甜是一路往下走的 那為什麼你在吃Dial Coke 吃Zero Coke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不像真的糖 因為R48甜AK糖它是甜在兩側 蔗糖素只甜舌尖 所以你今天吃某一樣東西 它只有兩側會甜 舌尖不甜 你就會覺得你吃起來雖然有甜味 但是它不像真的糖 那如果只有舌尖會甜 吃完之後就什麼都沒甜了 你會覺得它也不像真的糖 所以在衛生局他們要去查 那些廠商有沒有用甜味劑的時候 他們就說我要拿回來 我要去檢測 要檢測這些甜味劑並不容易 還要做很多的實驗 我說你為什麼不先吃吃看就好 你吃完之後甜味的味道不一樣 你就OK了 你就知道它有沒有在查就好了 你為什麼老是要回來就要去檢驗 就吃一口甜味劑不會吃死你 OK 但是吃一口你就可以吃到 所以了解這些舌根的作用有很多目的 剛才講的甜味是一個目的 用相同的邏輯 你也可以創造一個很完美的甜味劑 讓舌尖先甜 再擴展到舌側 再到舌根 你只要加三四樣東西 那三四樣東西加的亮度一樣 你就會舌根有一些鮮甜的味道 再加到兩邊 倒到舌根 你就可以射出一個完美的甜味劑出來 那相同的 安基餅酸或者是甘草 在舌根是會甜的 那舌根會甜的安基餅酸和甘草 人最討厭苦味或者很多人討厭苦味 所以為什麼在青草茶很多人會加甘草 很多人會加甜菊 原因就在於當然甘草有他自己的中藥商的目的 但是加甜菊加甘草的目的 因為他跟舌根搶那個味蕾 那舌根的味蕾同時間是苦味最敏感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今天甜味能跟舌根搶味蕾 是不是就可以把苦味修飾掉 所以苦味就不會那麼強 所以那些青草茶為什麼加甜菊加甘草 就是因為這個目的之一 那相同的味蕾細胞 我是學生物科技的 各位來上的是生技所的課 那甜味的細胞就很好玩 這些味道的細胞 我們現在已經分類出味道的細胞來了 那麼酸跟甜比較簡單 因為它是經由鈉離子 或經由氫離子的管道進出 所以你不太好做其他的工作 那麼如果今天是有接受籽 可以有一個東西 像味精黏在它的receptor上 這樣的連結 才會產生後面的味道的傳遞鏈 包括鮮味 甜味 苦味 這三個味道 這個時候好玩的東西就來了 因為這個如果有receptor 你就能設計出一個不同的分子 去結合這個receptor 刺激它的信號傳導的反應 就能夠產生它的味道 所以代糖就是利用這個邏輯去設計出來的 這個是糖的binding side 糖的binding side裡面要同時有 A跟B的plus跟minus的結合 然後它才能刺激它的nonpolar group 產生味道的反應 就像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那麼今天我做出R18甜 就是A跟B結合了 它刺激這個味道反應 那相同的糖精也有相同的反應 那麼也是要A跟B side A plus跟B minus結合之後 才會刺激它的糖的反應 所以味精 你也可以設出相同的味精的分子 去刺激味精的反應 所以這些是很多科學在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吃的這些代糖 是這樣設計出來的嗎 也不是 是那個很像神龍式的學生所做出來的 這幾個阿斯巴田這些代糖 這些學生在設計的時候 他的目的都不是要做代糖 而是他在做雙生態 三生態的反應的時候 他沒有聽老師講說做完實驗要洗手再吃飯 他也沒有聽老師講說要戴著手套做 他就做完了實驗就去吃飯了 吃飯的時候手指頭沾到嘴巴就發現 怎麼會這麼甜 想一下我做了什麼事 我剛才做了實驗 我沾到了什麼 回去發現發現那個代糖 阿斯巴田 它是雙生態 OK 那我講的不是笑話 它就是這樣發生的 OK 那所以這一些反應你是可以設計出很好的代糖 那這糖素就是依照這個邏輯去設計出來的 那麼糖味裡面除了這些高甜度的代糖 高甜度的代糖發生的時候非常好 它可以讓你降低卡羅里 但是有一個問題 高甜度的代糖做不了蛋糕 做不了鮮奶油 也做不出無糖巧克力 因為糖除了甜之外 糖還有功能 糖可以讓鮮奶油發泡 糖可以變成蝦變 變成焦糖 糖可以黏稠 糖可以保存 那糖有這麼多的功能怎麼辦 所以在我們的食品甜壓器裡面 還有一整系列 我稱它為不甜的糖 其實它也甜 只是它的甜度不見得比糖甜 它叫做功能性的糖 這一些山梨糖醇 木糖醇 糖醇類 都屬於不甜的糖 它具有功能 它可以合變 它可以有發泡性的作用 它可以保存 所以木糖醇可以在口香糖裡面取代 有結芽的效果 為什麼 因為木糖醇的甜度跟蔗糖幾乎一樣百分之百 你用木糖醇完全來取代蔗糖 OK 那取代之後木糖醇因為細菌不能使用 木糖醇作為養分 所以在你的牙齒上殘留的木糖醇 它的好處是什麼 你牙齒就不會有細菌在上面滋生 因為它沒有養分 所以這利用你的生物的原理 就可以達到相同的結果 那麼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把所有的蛇根的蛇味蕾分類 那分類的小寫我寫在這邊 那你這個分類你就可以設計出一個 非常完美的甜味劑 那麼下一個章節是 如果你看到這些麵包上面 也是滿滿洋洋沙沙的標示了一大堆東西 那麼你會怎麼樣 不吃它嗎 你還是吃 但是吃的時候你知道你吃了什麼嗎 第一個是酵素 酵素在台灣是一個目前為止列為食品添加劑的產品 但是酵素的產品很麻煩 酵素的產品政府現在目前法規上的規定是 如果這個酵素具有功能跟活性的話 你就要標示酵素 如果這個酵素沒有功能跟活性 你就不用標示 所以在麵包很簡單 我加入了澱粉煤把澱粉分解 讓希望它不要產生太多的黏制性 或者希望它不要產生太多的老化 你加入了澱粉煤 那加入了澱粉煤在烤完之後 澱粉煤當然沒有作用 所以你不用標示 可是如果你今天去外面買一罐酵素飲 一罐飲料 酵素飲上面標示 強調我有250種酵素在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有效果的東西 那這個問題來了 250種酵素都有效果 那麼你要標示250種酵素 在那罐小小的飲料裡面要不要標示 好 那廠商就說不用啦 因為這個酵素飲 這個液體裝進去之後 我一定要經過後段殺菌才能夠保存 所以250種酵素沒有功能 好 沒有功能不用標示 沒有功能不用標示 它又叫酵素飲 你喝那罐酵素飲幹什麼 它既然沒有功能了 你只是喝一罐糖水而已 所以這個酵素飲就很好玩了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你賣生肉的人跟賣熟肉的人 用了木瓜酵素來軟肉 那生肉要標示熟肉就不用 所以這是目前法規上的邏輯 那中間有一大段是膨脹劑 那膨脹劑是什麼 膨脹劑是什麼是在我們沒講之前 先把麥芽糊菌講清楚 什麼叫麥芽糊菌 電視上常常有人講 拿一個罐小東西說麥芽糊菌聞起來還有麥芽味 然後他說這就是麥芽糊菌 對不起 那叫麥芽菌 那是一個香料 它是從麥芽萃取出來的味道 那跟麥芽糊菌一點點的關係都沒有 什麼叫糊菌 糊菌基本上就是很常吃的澱粉 澱粉不容易水 要熱才糊化 澱粉把它分解成小分子 就形成麥芽糊菌 所以它叫做破裂或水解的澱粉 這個麥芽糊菌繼續在水解 或者用澱粉煤分解 它就產生麥芽二糖 三糖 四糖 那這些短煉的麥芽糖 就是我們現在在俗稱粘稠性的麥芽糖 這個麥芽糖再繼續分解 就成為葡萄糖 所以麥芽糊菌只是一個破裂的澱粉 或者是一個聚合的葡萄糖 那因為分子夠小 所以它容易水 它真的沒有什麼魔術或特別的奇怪 那第二個膨脹劑的目的是什麼 膨脹劑的目的是在食品裡面加入空氣 食品裡面加入空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為什麼 你今天早上起來喝了一杯Cappuccino 喝了一杯Latte 這個Latte它從賣給你一杯100塊好了 它賣給你什麼 你想想看Latte或Cappuccino把空氣拿掉 它叫什麼牛奶咖啡 可是它把牛奶加入空氣之後 它多賣了你50塊 所以空氣在這些所有食品裡面 都佔有非常重要的那個 斯樂冰你去買一杯 拿起來輕輕的一大杯 它賣給你25塊 你等它放在桌上融化之後 剩下1 3或1 4的水 那個水喝起來當然很甜 那這個斯樂冰它賣了你什麼 溶解掉剩下1 3 所以你花了25塊是買到8塊錢的飲料 那另外25塊花在哪裡 空氣 你買了很多空氣 想想看這些蛋糕麵包沒有空氣 它會變成什麼 所以空氣在我們的食品裡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生物性的空氣 不管是鮮奶油 啤酒 薑汁汽水 酵母麵包 都是空氣 那麼我利用化學的方式來產生氣體 去模仿空氣就是我們的膨脹劑 那這個膨脹劑在做什麼 就在做一個酸鹼中和反應 我把會產生二氧化碳的碳酸氢鈉跟碳酸鈉 去加上酸來反應它 反應完之後 二氧化碳酸鈉或碳酸氢鈉 反應放出二氧化碳 就是我們現在在吃的膨脹劑 所以酵母菌會放出二氧化碳 化學性的基本上就是一個鹼 不管是小蘇打或者是碳酸氢鈉 加上酸就產生二氧化碳 如果你今天用碳酸氢氨就會產生阿摩尼亞 所以這兩種都是氣體 那麼在吃烘焙食品的時候 他說最近的烘焙食品大家要管制它的鋁的含量 吃太多烘焙食品會有失智症 那鋁從哪裡來的 鋁的來源是因為我們現在在膨脹劑規範裡面 幾乎所有的酸劑都標示了冥凡 甲冥凡、納冥凡、燒冥凡、鞍冥凡 那這些冥凡裡面冥凡的化學是中間含了鋁 冥凡一般而言稱為硫酸鋁鈉 所以在下一個版本的食品添加劑的草案裡面 它會把冥凡直接稱呼為硫酸鋁鈉、硫酸鋰甲 而不再用冥凡來稱呼 因為冥凡讓你覺得它很像是很安全的東西 那這些反應就讓各位自己看 酸加減就會產生氣體 這就是我們的膨脹劑 那既然是酸加減 你就不需要只限定在冥凡裡面 你可以用各式不同的酸來做成這個目的 各種不同的酸來做成這個目的 那麼如果你希望能夠仿造酵母菌的功能 酵母菌是加了水 它會膨脹出來的麵糰 然後熟成放在那裡 它又會再膨脹一次 然後放進烤箱又會再膨脹一次 利用這個膨脹的方式 你做出來的酵母麵包 就不同於化學性的麵包 那為了模仿化學性的麵包 就有一整細液的磷酸相關 尤其是酸性的膠磷酸納所做出來的酸劑 這個酸劑會跟碳酸氢納反應 但是它反應的方式是 在加了水之後有22%的酸劑會反應 它自放8分鐘的時候有8%會反應 最後有70%會在烤的時候反應 那它用的方式只是基本上在照例大小的差別 跟它照例裡面孔洞的多少來做這件事情 那就跟你現在吃的藥的時候 它有寫Time Release Tablet 那Time Release Tablet也基本上就是利用 它表面一層一層膜的不一樣來做這個反應 但是當我在講酸的時候 你聽到乳酸跟醋酸會覺得它很天然 但是你聽到丙酸防腐劑就會覺得它不天然 但是丙酸一般而言都是從乳酸跟醋酸去衍生反應出來的 所以丙酸事實上是天然發酵出來的 那麼你聽到蘋果酸的時候 你會覺得蘋果酸很天然因為很蘋果 但是蘋果酸是怎麼來的 它是從石油的蘋果酸乾去反應出來的 那麼你當然可以從天然物去發酵產生蘋果酸 可是問題是價格兩倍的蘋果酸你要不要 所以這些東西又是從石油產生的 所以不見得天然就是不天然 不天然就不天然 那麼這就是我現在最大的邏輯 也是我在跟很多討論的時候最大的障礙 前一陣子出現石膏的問題 石膏的問題的時候 當你進口的時候 我說我們都用工業級的石膏來做豆花 那工業級石膏哪裡來的 全世界的石用石膏都是這樣來 都是採用礦山的礦石出來的 那工業級的石膏的問題是 全世界的石膏的規格都有 五水石膏跟二水石膏 可是台灣在石用石膏的規格上指定了二水 那麼五水石膏全世界都是食品級的 因為它是經過400度C的斷燒 從二水才會變成五水 所以如果二水是食品級的 五水就應該是食品級 但是問題來了 五水沒有寫在我們的規格裡面 所以即使你買五水石膏 食品級的從國外買來 進來台灣 因為台灣沒有規範成為食品級 所以在台灣進口就變成工業級 它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走 所以這個規範就是台灣目前為止 很多規格跟國際沒有接軌的原因造成 那麼相同的你聽到的都會是同樣一句話 食品級原料才能製造食品級的產品 那這一句話對還是錯 最簡單的是鹽 鹽會從這個海水去不斷的乾燥 或者從這個礦鹽 也玫瑰鹽 從它打碎過來 請問這兩樣產品是食品級的嗎 海水是不是食品級海水 那如果不是的話 由這兩樣生產出來的食鹽 可不可以是食品級的 所以食品級的可以從簡單的原料來做說 你原料不是槍面就不是嗎 當然不行 你要涉及製程 要涉及規格 要涉及你要管控的標準在哪裡 所以你要由這幾個邏輯來看 而不能只看原料不是後面就不是 那台灣就沒有鹽吃了 那跟你在做有效期限的保護一樣 這塊玫瑰鹽喜馬拉雅山 200萬年大家都知道是200萬年 可是我把這200萬年的玫瑰鹽打成一包鹽 讓你去灑在牛排上 那個罐子上面你有沒有看 它有效期限打多久 最多兩年 那這罐200萬年的這塊鹽 打成那一罐打碎的鹽之後 它飆了兩年 那兩年之後你要怎麼辦 繼續吃還是丟掉 想一下 洗完再曬乾你洗給我看 你拿鹽洗給我看 200萬年的生命在你兩年內 你就輕鬆把它殺掉 OK 思考一下 有效期限是這樣評估的嗎 OK 所以食品級我一直提醒所有的業者 台灣的規定是進口的稅則 必須要符合食品級的這個規範 台灣有規範進口食品級要有F01 F02或508的耗列才行 所以如果它這裡打上很多很多食品 食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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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100遍 可是耗列不對 它也不對 它不是食品級的 所以很多台灣的業者就會產生相同的問題 所以這一張是重點 我跟業者討論的重點都一樣 當你今天在買這些產品的時候 三聚氰胺 塑化劑 澱粉跟二甲雞棚 這些事件我都沒有沾到邊 身為公司 我們公司40年了 我賣的產品非常非常多 大概超過400種 我全部沒有中獎 那沒有中獎的原因是什麼 三聚氰胺 我有看到東西 東西還在我的倉庫裡面過 但是他送來我倉庫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這一袋奶粉原來一袋6000塊台幣 那我從美國剛下飛機 公司又跟我講說我們現在奶粉改成4800了 它降價了 那第一個反應你會做什麼 打電話給那家公司說 那你以前賣我6000 現在賣我4800 那我以前的1200付什麼 那我6000到4800對我來講降價降價了30萬 那降價30萬 我就打電話去那家公司說 你降價了那以前的錢要不要賠給我 我的目的是這樣而已 然後他又跟我講說沒有啦 現在那個產地不一樣 我說什麼意思叫產地不一樣 然後他說原來是哪裡 現在是哪裡 OK 所以是不一樣的東西了 那不一樣的東西你要做什麼 我回去重新做我奶粉的用途是做為布丁粉 我重新做了布丁 布丁做完之後發現這個布丁怎麼結起來不太一樣 但我聞它的味道 它沒有以前香了 好 我決定30萬不要 我買原來的 退回所有的貨 兩個禮拜之後三聚清安事件爆發 你說我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只是按照最簡單的邏輯 該要什麼樣的東西就是什麼樣 相同的這樣塑化劑 塑化劑的產品在我桌上做過 我也曾經要賣它 因為所有的業務都認為 全台灣都在賣起雲劑 只有我們公司不賣 我們為什麼不賣 所以這個東西在我桌上 在我桌上的時候 我跟那位先生聊過跟他討論過 討論過之後我就問說 好 我都已經做完這些所有的測試了 你的東西真的很好 那你有沒有許可證 他說沒有 他讓我賣許可證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資料都備齊給我 要讓我自己 當初富方是具要許可證的 他要讓我自己去辦 我看了裡面的成分 裡面的成分寫的是 水 油 乳化劑 澱粉跟其他 那你看到水 油 澱粉 那塊東西在我桌上做了三個禮拜 快要一個月 我說那我要辦許可證 他需要送一個樣品去 那你再換一罐新的來 我這罐應該是已經壞掉了 他回答了一句話 不會啦 我的東西都不會壞 我當初剛回台灣食品不懂 我是Cancer Biologist 所以我完全不懂食品 但是那一罐東西不會壞 就讓我覺得為什麼不會壞 所以就憑了那一句話 我跟所有的業務講說我們不賣了 大家反彈得很兇 說全台灣大家都在賣就是我們不賣為什麼 我說東西不對 但是我講不出什麼地方不對 7年後說話劑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摸到邊 就因為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所以當你今天在處理食品冷壓器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什麼 台灣人都一樣 我喜歡特效藥 我喜歡功能最強的東西 我喜歡你附帶別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樣產品 他就是比別人便宜 或者他就是比別人的功能要強 或者是二甲機皇 消泡劑的目的是為了消泡 消泡劑的目的是為了消泡 可是消泡劑用下去還可以讓你的豆皮 不但不會起泡 而且還會變黃 那這個消泡劑是不是就有問題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思考 所以二甲機皇的事件出來的時候 就產生了這件問題 這塊豆干 那請問這塊豆干為什麼一定要黃 第二個問題是 在台灣沒有油性的合成色素 也沒有油性的 所有的油性的色素都是天然的衍生物 那沒有油性的合成色素的邏輯下 這塊豆干如果放在你的手上 或放在你的飯上面 你的飯該不該黃 你的手該不該黃 該 但是如果你的手跟飯都不黃 這個就是油性 那這個油性的色素台灣不應該有 那用的人就應該知道 那這個邏輯就跟這塊蛋糕 你要選哪一塊我都不在乎 我只有一個問題問你 你會選哪一塊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芋頭的產品 為什麼在市面上都是紫色的 但是芋頭不紫啊 那你為什麼只買紫色的芋頭產品 連你的藕尼都要紫啊 那你要買紫的就會有紫色的東西 相同的 這顆藍莓只有皮藍肉不藍 很敏感的一句話 那皮藍肉不藍的藍莓 為什麼你吃藍莓果醬要這麼藍 如果今天是高糖的產品 在高糖焦化的過程使它變暗 所以藍色相對變深有可能 但是如果今天是低糖的果醬 它就勢必要加藍色 草莓也是一樣 草莓有那麼紅嗎 沒 可是你吃草莓果醬就要那麼紅 所以很多的問題相同的都是在 漂白劑都是在人的問題上面 你要吃哪一個金針花 跟花一樣美麗的 還是這個煮了會變黑的湯 很多人都買這個 很多人都選擇這個 但是小圖的才是真的產品 那最後面我們結束在這個問題上 這兩根蓮藕你選哪一根 選右邊的為什麼 它有土 那如果我把這個抹上土你會不會買 它問題不在土啊 它的問題在這個切面上 如果經過漂白劑二氧化硫處理 它的切面就不會變黃 如果切面會變黃的 它就沒有經過處理 所以這個土的存在與否 完全沒有重要性 這兩根都不對啊 但是你看土就會覺得很天然 真的天然嗎 不見得 OK 所以我停在這裡 跳到後面的最後一張 我們可能沒有時間講完中間這些 但是我跳到最後一張 重點在美國的這個管理裡面去看它 它的管理很重要 重要的是 剛才你們在談參委跟假冒 參委跟假冒 參委跟假冒可以靠檢驗 你驗得出來嗎 所以美國在它整個計畫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步驟是什麼 最重要的一個步驟是 你必須要去訪這個廠 這個廠必須要有一個安全計畫 對於它的管制點要管制對 那麼台灣現在的管制點是什麼 1級 2級 3級 可是這3級做什麼事情 全部都是GHP加HACCP 差別是政府做 台大食安中心做 地方機關做 但是做的事情都一樣 那你有管理到什麼 沒有 那你要回覆每一個行業是不一樣的 那那個行業要有它自己 或是那家公司它有它自己的食品安全計畫 你去審視它的計畫 認為它的計畫是合理的就OK 但不能用一套管理管所有的人 台灣的食品一定要歸為分級管理 要分級管理才能做到管理的目的 那我就停在這裡 徐老師今天一定為大家解讀了很多 有關食品添加物相關的知識 那我會感受到的是整個食品科學的專業 包括是在食品化學應用到食品添加物這個部分 其實有很多深厚的科學原理為基礎 然後再加上很多的創意來做應用 然後最後要保障消費者的健康安全的時候 還要加上非常詳細的我不敢說中全的 非常詳細的這種管理邏輯 然後才能形成就是一個好的制度 那其實在徐老師提到兩個 我覺得很有很重要的基本的事情 我們在講食品安全管理的時候 記不記得我們的總統去年 就是一直到現在提出來的證件 是我們所有食衛署的這個政策依據的時候 就是說十倍檢驗 十倍安全 我們一直都在強調檢驗的那個部分 可是徐老師今天讓我們看到說 在檢驗之前 真的檢驗是很費工 而且很費資源的 可是檢驗之前其實有嘗試加上專業的判斷 那很多人看到食品的時候就會覺得 好像很難判斷 或者說廠商會說我也不知道他放的這些東西 我只不過是中間的使用者的一段而已 你要從頭追起 然後把這個責任做往前推給其他人 但是想一想看 假如今天突然有人到你面前來 然後告訴你說 小姐先生 我今天手上有黃金美鈔 臺灣銀行這個兌換率是1比31 我這個給你1比20好了 一半就行了 1比15 你要換這個美鈔嗎 或者說我手上有黃金 銀樓裡頭是什麼 1、2、6千 我們現在只要1、2、4千8就好了 你看 多賺 那今天是一個金氏老闆 一個這個首飾店 你會說太好了 就這樣買 其實從常識來算的時候 當一個東西的價格突然便宜這麼多 而對廠商來講成本是他進貨的 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質地 另外當然是品質 規格等等 那麼成本一下子可以降上1、20% 3、40%的時候 我們還期望它的品質是一樣的 這實在是完全符合經濟的原理 然後常常也是符合我們的嘗試的 所以其實基本嘗試在我判斷上面 還是非常需要科技沒有取代我們的嘗試 然後第二個當然就是專業 一家公司到底自己的產品要維持什麼品質 小米絕對不敢說它是iPhone等級的 大家分得清清楚楚 想買小米的就去買小米 承擔你自己的後果 這是非常誠實的交易 所以不可能是像我們說的可以 專業的人不清楚知道自己所經手的東西 可以把責任推給其他 所以事實上在整個管理面 除了我們需要很好的專業知識之外 我們需要這個專業領域 大家都有很深厚的基礎 而且誠實的應用之外 那麼在整個體制上面 同學越來越能夠了解 他其實是一個集思廣益 而且要非常認真理責的系統 那也向徐老師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同學前面其實真的已經學到了 很多幾週的上課裡面有關倫理 專業倫理的部分 那後面還會再學就是有關法律體制的一些概念 學的就是基本上會建立這些概念 徐老師你今天講的對同學真的是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了科技怎麼樣子的 在我們的體制裡面系統裡面去做運用 那謝謝徐老師 跟我們留下不小的時間 所以同學們請你們可以盡情的發問 我講一句話就是 我在一般跟業者上課 我只希望他們帶回去一句話 跟我在學校跟同學上課也是一樣 他常問說你做食品業的人 那你的倫理跟道德標準是什麼 這是一句很深遠的話 那我只有一句話 最簡單的一句話 就是你做的食品你自己敢吃你就可以賣 就這樣而已 沒有高深的理論 因為只有你最清楚你做了什麼 那如果你做的東西你自己都不敢吃 那你為什麼要拿出去賣 OK 那所以這個是應該是一個最簡單易懂的邏輯 謝謝你 徐老師你好 我是楊中立 然後是面同學的 那就是剛剛你有說就是 其實剛剛有講法律 就是參加我台灣法律 大概有視頻感覺的部分 結果其實你對某些部分 其實開的那個表情是有點 為什麼啊 就是沒有做好 就是跟我們說有一些問題 可是那為什麼我們台灣的成立法 沒辦法像國外一樣更確立 或是一個完整的理論 你覺得最大問題會是 好 說來話長 最簡單的講法應該是錯誤在立法院 就這樣 好 原因是因為正常的立法 應該是行政單位把立法的 把內容都寫完寫得很完整 那行政單位在寫這個法的時候 他就應該先參考行業的業別跟學者的意見 兩方中和取其中間職 然後去做成一個完整的立法 立法完之後再丟回業者跟學者去做審視 你做不做得到 學者認為合不合理 那兩邊都中和好之後 這個法律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應該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就是yes跟no 可是我們的立法諸公都認為他們是知天文小弟弟 所以他們就要修改 他們就在裡面就說我要這樣子 這個不行 這條 不行 然後這樣寫 在他們寫完之後 就是我們現在的法律 那最簡單的例子就告訴高難 各位你們要談基改 那如果你們要談基改的時候去查一下 台灣為什麼現在基改改成3% 原來是5% 那現在改成3% 為什麼 我在那個委員會裡面 我是知一委員 他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原來是5% 歐盟改成0.9% 台灣不接受5%了 但是0.9%台灣做不到 所以5加0.9除以2等於3 結束 那你剛才問那個問題我已經回答你了 為什麼會改成那樣子 我們現在的改的方式一直在補破洞 就是出現一件事情我修一次法 出現一件事我修一次法 修一次法補了一個破洞 那補了那個破洞之後 他的補法是把這個魚網從這邊拉過來這邊補了這個洞 那那邊又破了一個 所以你能補多久不知道 繼續補吧 OK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直在修法 我想可以稍稍的充一下 就是立法院他們會這麼積極 或者是這麼短效的很短的時間 就這樣做出一些動機 其實回過頭來我會強調說 是我們國民消費者的責任 如果我們接受說一件事情 是要慎重的考慮 問題已經發生了也不是一日之寒了 那麼整個社會的風氣能夠督促 產官學所有的專業好好的把事情想清楚 然後再來做 可是我想說事實上產官學界都太急促了 因為包括政府的行政單位 也是要趕快提供業績嗎 所以整個在這種近視短效的這種要求之下 我們都支轉得很快 魔損也很快 然後社會資源產業基本上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地方去優勢的 所以在我們這個學期真的非常特別 看到的 聽到的學習都比過去多很多 那也藉這個機會要提醒同學 就是當我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別人的狀況 就是其他相關單位等等的狀況 那你們在準備公民會議的時候 千萬不要落入那種我們不喜歡的狀況 先從我們自己的準備要求開始 那專業一定要準備好 專業一定要接受跨領域的溝通 努力的去做一些學習 才能夠對社會提升 那你好 我是化工系的梁國立 那就是我比較好奇的是就是關於 因為剛剛一開始介紹的你的時候 有提到就是 我的專業是在 就是有一個是配方開發的 那因為我本來對這個很好奇想知道說 關於像這種食品添加物的配方開發 到底是什麼樣的過程 好 配方的開發基本上是 你根據客戶的需要 去做一個他需要的內容的做法 那簡單來講炸雞好 炸雞如果你簡單就是果薑果粉自己拿去炸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我今天要做一個炸雞的生產線 那我希望做成一個有瀑布的果薑流下來的 cover像你的炸雞 那這個瀑布的果薑要流下來 你的炸雞要coating多少 這個問題難度就來了 因為你做的麵糊通常都會有一坨一坨的感覺 那你做一坨一坨的麵糊的時候 在他瀑布流下來炸雞線通過的時候 有可能這塊炸雞前半有後半沒了 那這個時候你的瀑布漿就要能做到連續式 那這個連續式就必須 你不能只用麵粉、澱粉 也許你要加一點點的膠體 讓它的連續式能夠產生 那這個就是配方 那當然大家都在講酵母菌怎麼樣活怎麼樣做麵包 可是酵母菌也要吃也要過日子 那酵母菌也要在適當的PH值它才能夠最有效 那這個配方就會給你一個正確的buffer 正確的緩衝液 再活這樣正確的營養分 那這個酵母加進去 用在你的麵包就可以發到最高的效果 所以這些配方的發展就是我們在每天做的 客戶需求是什麼 那當然你在市面上吃到的素鮑魚 那個素鮑魚並不是做的就會做出來了 那是經過很多產品不斷的去加工 可能還要在物理性上去改變才能夠做出那個東西 那那個東西就是我們在做出來的 也就是你現在市面上吃的產品 其實很多食品公司已經把R&D丟到添加物廠買了 就是我們做完他就跟我買所有的東西去做那個產品 對 其實很多東西我讓你往前看一樣東西 這些都是利用食品添加劑做出來的 不管海參 不管那塊東坡肉那個 那做出這些東西來的目的 你說我就是因為要做這些東西嗎 其實還有更深的 食品添加劑聽起來很像是不怎麼高科技的產業 但是這些東西做出來用的都是高科技 而這個高科技我們得過IUFOST的發明獎 那為什麼不在這裡不在產品而在這一張 當地球有一天變成不再能夠長任何作物的時候 我用細菌培養出來的細胞壁的澱粉 就能夠讓你吃這些東西 所以細菌的細胞壁是你的食物 而且還能吃得很好 那這就是食品的科技的發展 所以食品不是一個大家所想像的 那剛才的細胞壁這個產品 就是從細菌的這層細胞壁分離出來 就很簡單的細胞壁 但是它分離的過程還蠻複雜的 OK 那我剛剛請問一下就是 因為像上次曾有提到就是 在之前的課堂提到一個就是 大眾的觀感問題 那像你覺得如果說今天對於你一個企業來講 就是以顧問生來講 到底覺得 是有一個其他應該具備到供應資訊的底線在哪裡 因為如果說 好我直接說我們這個產品是用細菌細胞壁做出來的 就是對於民眾一定會有不量的部分 所以叫做你覺得到底這個底線會在哪裡 我如果告訴你說這就是酵母菌 我如果這樣講你一定沒問題 因為你一天到晚在吃酵母菌對不對 那是它就是酵母菌 那重點在以我的立場我認為 我揭露所有的資訊我一點問題都沒有 我的配方只要我不告訴你比例 你要知道什麼成分我都可以給你 但是你不能告訴我說 你告訴我連增加幾%幾%幾%都跟我講 那我沒辦法跟你講 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成分 我可以每一個成分告訴你 但是有的業者他就不願意這樣做 原因是因為他怕 他也認為這是我的商業機密 為什麼要告訴你 對不對 那這也邏輯上也對 你要保護智慧財產權 那為什麼他要告訴你 他所發展出來的產品 我們現在對食品業者是沒有智慧財產權的 對啊 食品業者就是你要告訴我所有的東西 我不容許你有智慧財產權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申請專利了 因為申請專利也沒有用 對不對 那所以食品是一個不應該算是低科技的 那如果有時間我們也可以聊 我把細菌的細胞末玩得很過癮 所以我發展出來的不要用防腐劑的抑菌劑 那一年大概三四千萬的生意 但是可以完全不用防腐劑 而且他可以在我的過程裡面 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我的目的就在玩細胞末而已 我要怎麼樣讓細胞末變得不要integrate 就變成disintegrate 他變得不太完整 不太完整之後就會有小孔洞 有小孔洞呢他就會讓水進出 讓水進出 把水裡面的PH值設計好 這個水進出 這個細胞就會破掉 就這樣而已 就這個很簡單的這個邏輯 你就可以 我已經玩了快十年了 我從第一代產品出現到現在是第三代 那我可以玩到大概第七代左右 就跟iPhone一樣 我現在玩到第三代 那因為沒有人跟上 我就不用下第四代 等於有人跟上我的第三代的時候 我再來玩第四代沒關係 那這跟iPhone的理論完全一樣 我也是 我們剛開始是八個產品可以做成最好的效果 可是我上市的時候 我先用兩個原料就配成第一代 然後再加一個原料第三代這樣一路下去 那我現在玩到第三代 就會停在這裡 因為沒有人跟上 那有人跟上的時候我就會出iPhone4 我在很多政府機構當中就慈安委員 那政府最喜歡問的一句話是 你告訴我誰做錯什麼事 OK 那我永遠不告訴他們誰做錯什麼事 我講的永遠是我告訴你什麼是對的 誰有做錯什麼事你自己判斷 所以我要傳遞的包括你今天看到的 都是什麼叫對的 那錯的你自己去看 我不能跟你講錯的 因為講錯的就會變成 我很討厭那個在電視上模仿那個 誰犯罪用什麼過程 因為那很像在教你怎麼犯罪 所以我不教錯的 我教什麼叫對的 那由對的過程不斷的傳遞 你就不會去做錯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 我的基本邏輯 對 所以我們在黑大在年輕的時候 盡量多學做對的道理 盡量養成做對的實力 因為只有這樣子才不用花時間去浪費在 就是互相的批評 然後都搞不清楚狀況 那最後那些話都變成通話 所以我非常認同許老師的這些理念 我第一次碰到許老師呢 基本上就是去年年底總統投票之前 那麼在那個管院大樓的地下室 有這個一個我們講叫做什麼客廳 食品安全的客廳討論會之類的 我第一次就是親自見到許老師 雖然過去文明已久久養了 那從那個時候 是是是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第一個跟 就是第一次跟許老師說 那要邀請他來我們會上演講 然後這件事情就把它排到 所以許老師也非常慷慨的在擺盲當中 把所有的其他時間 就是為我們投出這個時間 你看老師可以從他的Castobiology 一路走到實體化學添加物的配方 所以沒有什麼真正的領域的界線 而是在於我們的基礎 沒有什麼興趣繼續去專研 然後從年輕的時候開始抓住不同的事情 來深入的Focus去做就是誤出心得 我覺得這是我們很好的發展的機會 和我們一起去做一次的解釋 所以我們會有什麼 我們會有什麼 的呢 我們會有什麼 我們會有什麼 在那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